重庆冠军赛之前 中国乒乓球队的其他主力队员 都参加了在太原进行的 世拼联常规挑战赛 只有樊振东独自在北京 进行了十天的训练 每天高强度的多球练习 更是必不可少的内容 不一会儿 球台上和地面上就旱季斑斑了 还是对自己思想上的一个梳理 因为可能自己也征战了很多年 这种国际比赛 包括大大小小的比赛 我认为对自己是有一定的了解的 其实我觉得自己可能 技战术属于厚度还不错 包括相持实力还不错 然后在场上有这种保障以后 在别的地方也能够有更好的一些表现跟发挥 但我觉得前一段可能连续比赛的时候 自己没有找到这种感觉 所以我觉得停一停或者说思考一下 其实对自己这一战的一些发挥也好 或者说自己的信心也好 我觉得会有所帮助 带着十天的训练成果 带着前一段状态的起伏 樊振东来到了重庆冠军赛的赛场 热身中的他既有激情的投入 更有冷静的观察思考 尤其是在与国外几位主要竞争对手的交锋中 表现出异常的神勇 与李尚珠交手时 不仅第二局打出了11比0的比分 更是一度连得24分 与张本志和交锋 樊振东漂亮的反手穿云剑 更是屡屡刺穿对手的心理防线 面对卡尔德拉诺的挑战 他出手果断战胜对手 赛后 中国拼写主席刘国梁 特意帮助樊振东总结比赛 对于这一战也是奥运会前的最后一战 自己也希望通过这一战比赛 并没有说必须要获得冠军 但是希望通过这一战比赛 能够让自己一个是信心 再一个就是能够找到一些 自己的想要的感觉 打出一些自己想要的球 我觉得这对自己后面的 对战什么的会帮助很大 所以这次冠军赛 我觉得自己目标 还是比较明确的吧 通过这几场比赛 其实我认为把自己的一些 技术感觉能够找到一些 因为可能这种强强对抗的感觉 包括这种一些自己的能力球 包括自己原来一些好的方面 能够找到 我觉得这一机场球对自己的技术上 包括一些机战术使用组合上 我觉得是也打出了一些精彩球 让自己能提升一些信心 在中国乒乓球队 天才选手樊振东被亲切地称为小胖 进入巴黎奥运周期 樊振东用一次次的表现 赢得了队友和对手的尊重 2021年休斯敦士兵赛决赛 樊振东4比0战胜莫雷高德 获得了男单冠军 2023年德班士兵赛决赛 樊振东4比2战胜了队友王楚钦 成功未免士兵赛男单冠军 今年年初的釜山士兵赛 面对与韩国队的半决赛 樊振东顶住压力 独得两分 东哥威震釜釜山 随后又在与法国队的决赛中 面对挑战捍卫国球荣耀 釜山士兵赛樊振东八战八胜 成为最佳球员 我认为年初的釜山 世锦赛团体 其实对我个人来说 我认为消耗非常大 然后整体的这种比赛 也很残酷 也很艰苦 最后赢下来当然是最重要的 整体的一个球的态势 会比前一段吧 或者说一些没有那么好的场次 会更积极主动一点 这样的话 其实在场上我认为 就会有更多自己主动的空间 然后去根据对手能有一些变化 27岁的樊振东 被誉为一代乒乓天才 2013年时 他就夺得了全运会南丹亚军 他那一句有惊喜 但不惊艳的总结描述 更是成为了新闻的标题 也成为了他一直追逐的目标 此后的11年间 樊振东各式状态稳定 技术 精湛 全面 获得了无数冠军 这些荣誉的背后 迎接了多少的付出 只有他自己知道 其实整体我觉得身体的状况 还算可控吧 当然肯定打了这么多年 肯定大大小小或多或少的 都会有一些不舒服 或者说伤病吧 但我觉得确实现在这个 现在这个球的对抗性 包括回合确实是多了很多 而且其实大家质量都很高 在这个时候身体的保障 确实是直接能够决定 你是否能发挥出 自身技术水平的一个 决定性的因素 所以我觉得自己在这些方面 还是非常想去做好的 其实有时候自己也在回想 可能封闭训练完的大赛 就显得好像人好一点 或者轻一点 但是日常的时候 好像就感觉跟那个时候比 就会相对可能会差一点点 但是所以自己也在思考这些问题 但怎么样把这个度去找好 然后保证不受伤的前提下 能够更好提高自己的这种体能 包括运动表现 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在樊振东成长的过程中 离不开与前辈们的交流和学习 国外选手中 樊振东与波尔关系甚好 两人在一起谈球技 谈爱好 惺惺相惜 樊振东也成为了波尔 唯一一位没人战胜过的国品主力 波尔其实我觉得 严格意义上来说 不算同一时代的运动员 他也是跟中国队 应该也很多批运动员 对抗教授甚至在场外都能成为朋友 我觉得首先他是一名非常有魅力的运动员 他其实很多就是像我们说的绅士的行为 或者是在球场上的这种风度 其实都能够感染我 包括感染所有运动员 包括能把乒乓球项目 能够有一个非常正面的这种积极的去影响 在与老大哥马龙的交流中 两人更是相互弥补 共同进步 看到自律性极强的马龙 樊振东也是意美之词频出 并开玩笑说 也许会和马龙一起退役 我觉得其实这种可能性也不是没有 因为他实在太能打了 我也不知道他还要打多久 确实我觉得像他这种 首先打到自己 所以这个程度 这个年纪在中国队就很不容易了 但同时他身上还拥有那么多光环 所以确实感觉他就是一个 一直把很多不可能变成可能的人 所以看似的是一句玩笑话 但我觉得说不定就发生了 我觉得大家把我当成榜样 我当然会很开心 但我觉得其实互相学习 或者说有很多在身边的人 都值得我们去学习 因为这个团队 这个集体就是非常优秀的 巴黎是樊振东梦想起步的地方 2013年他在那里参加了职业生涯的第一届史评赛 今年奥述会重回巴黎 樊振东也是新潮澎湃 面对自己的巴黎奥运之旅 前不久他特意发布了一条动态 字面意思是最后一舞 我觉得这个问题其实会留给时间吧 我觉得交给时间来去验证吧 我觉得大家愿意怎么理解就可以怎么理解 其实这个因为每个人呢 我觉得思想都是不一样的 而且都是有自己独特的 所以大家愿意怎么想就怎么想 这个倒计时从很早就开始会在脑海里出现了 但有的时候就是一瞬间会觉得 哦 原来就这么近了 我觉得其实是 就突然一下会觉得马上就要来了 巴黎奥运会是很好 对自己很好的一次机会吧 我觉得包括也是展示自己的这样一个 或者说看看自己通过这几年的历练 会不会比之前更好 更优秀 我觉得这对自己来说也是一个非常期待 也非常想去做的一件事情吧 每一届奥运会我觉得都有它的 都是唯一的 也都有它的特殊性 不可能说完全照搬以往的一些东西 去备战这一次 所以我觉得一定会结合自己现在的状况 包括具体的情况 然后去把每一天先做好吧 然后把细节做好 然后让自己在奥运会的时候 可能跟自己比 能不能比之前做得更好 或者是在出现一些问题的时候 能不能比之前更有力量去解决 我觉得这些其实是目前自己需要去做的吧 所以我们都觉得这些东西里有什么意思 就是这些东西的东西